夏天终于来了 这次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出水芙蓉妆 即使流很多汗又或者去到海边 也可以拥有美美的妆容 首先当然是防晒 我用的是秒Vita的脸部专用防晒霜 将防晒霜均匀的涂抹在全脸和脖子 要记住防晒每隔两个小时就要补一次哦 这次所有的彩妆只需要这一盒来自Benefit的防晒彩妆盒就可以搞定了 拿出里面的粉底霜 用手指以画圈的方式推开 看上去好像是粉底膏的质感 推开后却是非常的滋润呢 只需要薄薄的一层擦在全脸 接着用这个深棕色的仿晒蜜粉 刷在腮骨和全褲的位置 做一个打阴影的效果 不要小看这一支液状腮红 它可是腮纯两用的彩妆单品 在苹果肌的位置各刷上几道 用手指迅速的推开 这样非常自然由内而外的腮红就完成了 再点一些在嘴唇的中间 同样用手指慢慢推开 整个脸色立刻都变得自然透亮了呢 为了加强轮廓 我先用一个浅棕色擦在整个眼窝部分 这次我只会用眼影而不会用眼线和睫毛膏 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眼睛遇到大量汗水 海水后整张脸都变成大花猫的情况 将深棕色加强在双眼皮的部分 范围也是根据自己双眼皮的宽度可以调整 而眉毛方面 只需要按照本身眉形做一点颜色的填补就OK啦 这次的妆容 即使是游完泳之后 也可以在两分钟之内补回来的呢 继续完成发型的部分 先开始一个三股变 将最外面的一束头发 加上新的一束头发 编进去 就好像这样 用这个方法编辫子 即使有很多碎头发 在大风吹的时候 又或者是游泳的时候 都不会轻易的散开 最适合在夏天外出游玩 编上一个这样的辫子 而且这个发型和不同类型的帽子也很搭呢 就这样一层一层 将所有的头发都编进去 再绑上橡皮筋之后 可以稍微将头顶的头发 再拉松一点 戴上帽子 好啦 就这样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出水葡萄妆 再加上一个百搭的麻花辫 你们喜欢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